字幕提供 我們大家可以上課喔 字幕提供 這是博語課 我們待會會連上一二節 中午就不休息 完成今天的任務 我們就會早點下課 我們今天要上課 報名第十課的課完 然後我們要把席座完成 至於學習單的部分 我們可能是從中挑幾題來做問答 就好了 OK 好 首先呢 現在給你們放一段影片 好 給我分享 分享我的畫面 假如我從中有什麼問題 你們趕快去信我 不如是直接看漫畫風跟我說 你看不到啊 聽不到什麼 海和天相連成為海岸前 有什麼問題 海和水相撲一陌的世界 哦 哎唷 也許有天 有評価 na 無可的天 終的窗 有聽到聲音嗎 沒有 小时候的我,是个十分害羞,安静的孩子 喜欢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看书,写作业 虽然十分自在,却也感到寂寞 常常在心中羡慕着相互高声谈笑的同学们 小学毕业后,因为搬家的关系 我离开了熟悉的环境,进入陌生的中学 完全没有手忍的老师或同学 我孤零零地,仿佛被弃至于荒岛 后来,我开始小心翼翼地尝试按名做同学通牌 随后,又认识了她的朋友,以及她的朋友和朋友 才发觉,交朋友并不是天大的困难 只要能突破害羞的解 就能显露个性中原有的善良、热情等特质 更重要的,要愿意开启心中的窗 展现与人交往的诚意 才能迎接更多的阳光 美善和情味进入我的世界 和朋友来往是有趣的事 每一位朋友就如同一本本不同的书 值得我们细细咨诀 学习 的确让人喜欢 原来,由于打开了心中的窗 我的世界,增添了许多笑语 而我的诚恳友善,也为自己 赢得了民族珍贵的情意 我的故事说到这里 你是否也愿意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呢 自成长故事、经理认真的 자꾸都是听到 further breaks realidade 咁看 我昨天有带你们顺过一遍 第二遍课文 大家应该 有熟悉一些 来 接下来有五道题目给各位 老师会在这边计时时间 大概五分钟左右 那你帮我把这五题呢 写在五题的答案就好 题目不用操 写下你的答案在博语课的空白处 待会你要在视讯的镜头 秀给我们看哦 所以真的要写下一些记录哦 OK 那现在开始了 然后你对这个地方有任何问题 你就指手 看一下有没有指手 你要是没了 好 那所以你要准备你的国语课本 把答案写在国语课本 空白的地方 好 第一题 作者认为朋友像什么 第二题 作者小时候的个性如何 他在中学以前的人际互动情形又是怎么样 啊 面对陌生的环境 作者做了什么事 结果又如何 第二题 朋友怎么形容作者 作者从朋友的话语中回到什么几步 第二题 身上中学后作者生活有什么改变 好 这些都可以从你的课本找到答案 如果你没有带课本的话 现在目前桌上桌面上没有课本 那你就拿白纸 写下五集的答案 第一题 答案是什么 第二题 答案是什么 第二题 数字 数字 都能这样 三题 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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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开始作答咯 你个达咯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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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基睿一起去腎上血型 时间还有两分钟 往前赶快写 孩子在跟我私讯 赶快写 待会时间到你们就把你们写的东西 放在视讯镜头前 要看看 一一解释 时间还有一分半 无论你写到哪里 我们就在那个时刻就停下来 有没有 那边',我们会 Magic оз 我们是在这里 我现在给我们拍摄 我现在这个时候 我应该拍摄 我们就拍摄 我要拍摄 我们就拍摄 我现在的时间 最後30秒 好,時間到了喔 來,我把裡面先放 切換 好 來,各位你們先幫我把你的答案放在視訊頭前 老師看看有沒有寫什麼 有沒有寫下一些些的紀錄啊 好 11號可以放下來了 12號可以放下來了 8號也可以 2號可以 4號來,我看看 非常有困難 好,可以 完全不會 沒關係,你沒有寫的齁 等一下用口述的 等一下會請你回應一下 好,來,同學先放下來 我好像還有1號的沒有檢查到 等一下我看看 為什麼我這個 頭影的部分有些人我看不到齁 顯示所有的人 正輝 正輝你要開視訊耶 正輝你要開視訊鏡頭 來,你有沒有寫 還沒 還沒 那你的課本有準備好嗎 上課不是來看看人而已喔 老師要請你做的一些任務 課本要拿出來要趕快寫 那不然我等一下要用問的 好啦我看看1號 因為我看不到他 1號你要開視訊喔 我開啦 等一下 然後你的你的那個課本 放在視訊鏡頭我們看一下 好像有點太近了 放了呀 好OK好請放一下謝謝 來你們現在看到的是誰的畫面 好 好 OK了 我回來了我看到你們了 好 來 來 那 待會我會帶你們去看 然後呢 就是你如果啊 沒有回應的像7號跟3號 你們隨時注意我會點人喔 你們就回應我 那不會的話你就翻課本 不然好3號他沒有課本 那你就憑感覺回應 那不然怎麼辦呢 不然怎麼辦呢 都沒有回應一下 好 來 看到老師的視訊 其實對他不是很熟耶 那我就全存回來了 分享 你們現在會看到你們自己 現在 好 那我們看回我們的課本 好 這一課叫做 十一打開心中的窗 好 來我們隨意的來 升上中學後 作者生活有什麼改變 好這個答案 他幹嘛 他搬家嘛 所以是一個陌生環境 所以你一定要提到他搬了家 然後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裡頭 好 講可以嗎 好 好 再來呢 不要這樣子看 因為我是同學他們有關係 好 來第一題 作者認為朋友像什麼 好 3號我問你這個問題好了 你覺得朋友像什麼 好 來你可以開mine I don't know 你不要講作者說的 你講你說的就好 你想的好了 你覺得朋友像什麼 我會念什麼 可大聲點嗎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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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什麼很具體的 你可以把它形容像什麼 也可以 你覺得朋友像什麼 你說我可以嗎 對 對 5 6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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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ner 你現在 有一點像 你不是說去看他的那個 看他的長相說他像什麼 好 我舉例啦 比如說你覺得朋友像空氣 就是這麼重要 空氣 就是像空氣 我們才能呼吸空氣啊 好 新鮮的空氣 而且是新鮮的空氣 這麼的重要 不是啦 當然是一個比喻啊 比喻它很重要 那你有沒有什麼樣的比喻 可能人家覺得朋友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啊等等之類 好 很有像食物 很有像食物 對啊 好 這麼的多元 這麼的需要重要 每天都要進食 好謝謝你的回應 好那7號來 7號你開麥克風 好那這一道問題我也問你 問完我就放過你們了 放過你們了 來請你告訴我們你覺得朋友像什麼 請你告訴我們 7號 想不到 那你看一下你周遭有什麼 弟弟就陪你上課對不對 朋友就像兄弟姊妹是嗎 對 可以這樣子陪伴你 但其實很不一樣 好不好 沒有別的想法了嗎 沒有 沒有好那你關麥克風 好朋友像兄弟姊妹但事實上沒辦法 兩個兄弟姊妹可以24小時在一起 但可能沒有 無法 好 來那我們再回到那個 我們的客櫃 好 來那我就 就一一的帶大家去看一下 來 剛有看到這個問題對不對 面對陌生環境做者做什麼事 結果又如何 好來做了什麼事 他慢慢的和隔壁做的同學 聊天嘛 攀談嘛 然後還透過這個同學 要再認識了他的朋友 所以朋友圈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於是他就感到他的生活生命 充滿陽光美善和情味 不再就是一個人 一個人很孤單的那個狀況 好 再來喔 有沒有看到這一道題目 朋友怎樣形容作者 啊作者從朋友的話語中得到什麼體悟 好剛剛影片當中也有呈現 他說 欸他好可愛 然後他這樣的性格很討人習慣 因為他不僅可愛 他常常都會為別人處處著想 好 那作者在這樣的話中他體悟到 哇原來喔 我打開我心中的窗 打開那一道索 是多麼好的一件事情 好 都有寫到嗎 你自己可以幫你自己的答案做個評分 好 好 來 再來 這道題目來 做者小時候的個性是怎麼樣 他在中學以前的人際互動情形又是怎麼樣 他從小很害羞 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他在角落靜靜的觀望 朋友很少 好 羨慕別人 能看你的高聲 躺笑 好 來我們先回來一下 有看到你們自己的畫面嗎 沒有齁 有看到大家視訊的畫面齁 點點頭 有齁 好 好 回來是要跟你們分享 我自己在升高中 我國中到高中這段期間 然後 因為我們是原住民身份 然後我們有那種就是加分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因為加分 然後我到了一所還蠻優質的學校 是女中 好 其實我在要選擇高中這段期間 我也是很緊張 然後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決定 就問老師 老師就問我說 那你還想要念書 還是你有什麼想要培養的一技技場 然後我就說 我現在沒有想法 然後他就說那你做讀書 然後我那時候的想法是 我有兩條路 一個叫做仲高 仲高就是他有過高中部跟另外一種是讀書的 他專門的讀書班跟職業班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另外一間學校就是 他是女中 專門就是很多精英讀書的都在那邊 然後老師就跟我說 他就幫我分析 他說既然你都要讀書了 那你就去最頂尖的那一個 因為分數可以 然後我就進入到那個新竹女中 然後在裡頭讀書的時候 尤其是高一的時候 我覺得 我自己就覺得說 我是因為加分進來的 然後我就很自卑 然後我都 真的就很像這個作者 第一段形容著他 我就自己就真的很默默 我也不主動去跟別人有一些交流互動 因為我覺得 我跟你們應該是不一樣等級的人 我就自己這樣認定我自己 就覺得說 我自己應該就是 差你們很多 我就不願意就是 我是真的每天都過得很自卑這樣子 然後這種情形直到就是 其實不是我主動找人家攤盤 是有一個同學 我們的號碼就很接近 他28號我29號 然後 因為他可能也到新環境 他也 他也覺得說 希望有人陪 所以他常常就會找我 去陪他做一些事情 然後去上廁所也找我 然後可能去哪個地方去拜訪他的同學 然後我們就會一起行動 就透過他真的 你的那個交友圈 從認識他一個 一直到認識他另外兩個朋友 再認識到另外的一群一群一群的朋友這樣子 對 然後 他那個故事的發展 我真的覺得很有感觸 就很像 當然我跟妳講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到最後 會有一點點負擔 我說這個同學很常 會請我陪他去做什麼事情 去哪裡 但是到最後我會覺得有一點負擔說 為什麼每次都要找我 我想要有自己的下課時間 然後我就開始有一點點就是 有示意就說 喔 我不太想這樣子 然後他之後就 欸 他知道了 他也漸漸就離我而去了 所以 但是我沒有因為他離開我 然後我所有認識的人都不見了 也沒有 那個固定的圈子還是這樣子 對啊 好 我覺得在後頭就是直到 我遇到一群原住民的朋友 我就真的就是打開了自己心中的窗 因為他們也是 可能我們的那種過去 就是我們也可能用加分的身分進來 所以我們的背景是很相似的 然後我們在一起在聊天的過程 我們都可以互相幫自己 可能互相療傷嗎 還是說互相激勵鼓勵自己 互相鼓勵對方 所以我就覺得碰到他們 我就覺得很開心 就自己那個時候就過得很開心 大概是在高一下 還好我沒有憂鬱自卑很久 不然這三年真的很難熬 所以大家不要跟自己過一步去 其實這沒有什麼 你只要願意打開心中的窗 尤其你們有些人要上國中 是要到山下面的 你那個環境之大 然後學生之多 然後老師可能 因為了學生多 他可能沒有辦法 真的很細心照顧到你們每一位 你可能在人際關係上有出一些問題 或是有這些什麼樣心理的問題 可能老師不是即時就會發現到 但你們也不要跟自己過一步去 就是都一直把那種情緒放心裡 我很擔心會悶出病這樣子 對啊 那你們就要加油 要打開心中的窗 這一刻放在這個地方 非常好耶 六年級快結束 所以我要升國中了 要告訴你們 未來你會面對到一個陌生環境 那你該要怎麼樣子做呢 就是打開你自己心中的窗 有人給我自動離開會議 他太開心嗎 他剛剛按個讚 他剛剛說讚 然後他就跟我離開會議室 好 來最後 我想要請你幫我排序一下 這個五道題目啊 我剛剛沒有把所有的題目都揭曉對不對 把所有的答案都揭曉 來 再給你們看一下畫面 請你用一張白紙 把這五道題目 按照課文的順序編號 你可能覺得它是23145 52143等等 好 你待會數字寫大大 可以用另外一張白紙 然後你就同意在 你就不是投影 你就放在視訊頭前面 你就來看看 來幫我做個排序喔 好 這件事情做完 我們待會就先下課休息 好 我待會 呃 因為我們時間跟那個中間不太一樣 這樣 25分下課啊 當然比較往下課 好 那我們待會老師會規定這個時間 你們再上線 先休息一下 先預告喔 待會下一節我們就是要完成 第十課的實作本 好 那在要完成實作本以前 會再順過最後一次的課文 像3號沒有帶課本 你就這個時候好好聽 好 來 我要關掉喔 你們數字寫好了吧 還沒 還沒嗎 剛剛其實 好好好 沒關係 我剛剛其實在按答案的時候 你們有看到嗎 它上面都會寫第幾段 第幾段 我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 所以 因此我沒有把所有答案都揭曉 因為 不然這個排序裡面都會有答案 都已經看到答案了 好 再一分鐘嘛 好的 同學 你就把你的答案 數字的排序放在視訊鏡頭前 好 寫大一點 我們看一下 一張白紙好了 看到那次 一二三三位 三位同學有做 好 再五秒 四 三 二 一 好 來幫我放在視訊鏡頭前面 我看一下 三二一四五 這裡有一個三二一四五 有一個二一五三四 四三一五 怎麼越看越不一樣啦 二三五一四 三二一四五 好 來你們先放下 待會下一節課 我就會跟你們公布答案是多少 好 那我們現在算31分 下課 那待會我們 9點 嗯 好 來 大家休息10分鐘 好 待會要上課 大概9點40 好 好 來 大家可以先下線 或是你關視訊鏡頭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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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